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这里是十点读书 我是主播尚南 今天来和你分享的文章是 有远见的父母 不愿和这四种家庭结亲 非常现实 前几天看到一句话 深有感触 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 如果父母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别觉得父母不理解你 这世界上 骗孩子的父母很少 但骗人的爱情很多 其实做父母的心都一样 生女儿怕嫁不好 生儿自怕娶不好 有远见的父母 从不跟这四种家庭结亲 原因非常现实 这不仅藏着他们走过的弯路 和撞过的南墙 更是对子女的惦念和担忧 第一 父母强势的家庭 以前收到一位读者的私信 结婚前他觉得 老公和婆婆都挺好的 家庭氛围和谐 可是结婚后他才明白 这种和谐对他们而言 是母慈子孝 但对他来说 却是一场灾难 平时 小到日常开销 大到工资奖金 婆婆全部都要亲自过问 甚至还私底下要求老公 把工资卡交上去 理由是 他们不会理财乱花钱 又比如装修房子的时候 他想要减欧风格 婆婆坚持要付股风 不按着他来呢 就不让装修 求人不顾这是他们自己的小家 他觉得委屈 但每次和老公商量 老公要么平静顺从 要么就跟着婆婆一起说他 结婚前 我也是想和婆婆好好相处的 可是现在我明白了 很多人 不是你对他们怎么好 他们就会怎么对待我 一般来说 家庭中的权力主导者 决定婚姻关系的走向 可是当这种权力主导者 为对方父母时 显然这段关系已经错位了 所谓一物相一物 如果对方家庭里 父母中 有一方表现得十分强势 同时也映射出 丈夫的懦弱没有主见 这也意味着 丈夫就无法 以一个成熟男人的身份 承担起平衡妻子 和自己父母之间关系的责任 最后婆媳矛盾 往往因此演变成夫妻矛盾 小夫妻的感情再好 也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内耗 作为父母 必然不愿与女儿 嫁到这样的家庭 受到这样的委屈 第二 子女不和的家庭 中国有句老话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结婚是过日子 面对柴米油盐的生活 分歧是常见的事 争吵也时有发生 但最怕的是 有些家庭内部不团结 兄弟姐妹离心离德 这无异于再给婚后生活 增加新的矛盾 看过一个帖子 一个女生嫁给两兄弟中的弟弟 结婚前呢 女孩的心态很好 知道两兄弟不和啊 但是女孩无所谓 觉得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 可是后来她发现 很多时候 不是你自己做得好就行 比如公公生病住院了一周 按道理应是两家人轮流照顾 但大哥一周就露了几次面 理由是公公当初啊 供弟弟上大学 现在呢 她就应该多出点力 再比如她和大嫂同时生孩子 但婆婆选择照顾大嫂坐月子 原因无她 大嫂的娘家比较有钱有事 还有宅基地的分配 过节送礼买菜等等 原本的兄弟不睦 最后演变成三个家庭的矛盾 帖子最后女生说 如果再让我选一次 我一定不嫁兄弟姐妹间不和的家庭 除非你老公比他兄弟强 或者你自身能力比你轴力强 要么娘家有实力 否则会过得很委屈 为人父母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过得好 尤其是家有女儿的 女儿家人不仅仅是嫁给一个男人 更是嫁给一个家庭 但倘若原生家庭中 兄弟姐妹相处 势如水火 矛盾重重 即便是家财万贯 到最后也会弄得一地鸡毛 加入这样的家庭 后果可想而知 第三 邋遢无序的家庭 都说一个房间就是一个能量厂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家的厨房 永远积攒的是各种塑料袋 阳台堆满鸡灰的瓶瓶罐罐 房间家具落满一层灰 你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 嫁到或者是娶到这样的家庭吗 必然是不愿意的 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越来越好 而不是在邋遢的氛围中 过完下半生 不是看不起啊 也不是指责他人的生活方式 只是一个家庭的整洁程度 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 一个家的幸福程度 同样的 脏乱无序的背后 也传递一个家的生活态度 懒散 拖延 没有追求 也许在当下 很多热恋中的情侣觉得 有些小题大做 日子终归是两个人的 以后自己搬出来住就好了 且不说 结婚后肯定避免不了打交道 更别低估了原生家庭 对人的影响 从来是潜移默化的 从小生活在邋遢环境中的人 大概率都是甩手掌柜 眼里是没有活的 也不愿意干活 最后只能是一个人 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 很多时候 婚姻没有那么多浪漫壮丽 而就是这样一桩桩 微不足道小事组成 一开始也许是 几个脏碗 几团纸巾 几个塑料袋 但更考验耐心 折磨人的 是无数没有名字的 不被人注意的隐形家务 当你日日被这些 繁琐细碎的消耗体力 怎么不会觉得委屈 怎么不会心生怨怼 再多的浓情蜜意 也会化为彼此宴气 第四 金鱼算计的家庭 节俭是一种美德 但我见过很多长辈 习惯了一辈子处处节俭 在涉及婚姻大事上 依旧精打细算 权衡彼此得失 有的男方父母出首付 要求女方把彩礼用来装修 再陪嫁一辆车 这样呢 他们在亲戚朋友眼中 才有面子 有的小情侣啊 感情一直很好 等到快结婚时 女方家长坚持要20万彩礼 还要5万精气 不肯让利半分 还有房子加盟 财产公正等等 层层博弈 生怕自己的孩子吃亏了 可结果呢 算来算去 算到最后两家反目 又或者小夫妻婚后 一直为此争吵 彼此心里留下一根刺 其实生活中精打细算 没有错 但是倘若连结婚 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样的婚姻 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远见的父母 更不会和一个处处防备 斤斤计较的亲家结亲 谁家的孩子不是宠者 无忧无虑地长大 还没结婚就被算这么清楚 那么以后朝夕相处 又怎么能让人放心踏实呢 特别认同一句话 婚姻的本质是一场 彼此对付平衡的价值交换 是两个人在一起 旗鼓相当的维度里 共同努力 而不是满嘴都是爱你 心里都是算计 婚姻才刚开始 余生还很长 而你又怎么相信 一个精于算计的人 能陪你共度余生呢 结婚从不是两个人的事 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可我见过很多年轻人 父母越是反对 就越是坚定认可那个人 认为是在维护人生的选择权 等到结了婚 才遇到各种不如意 才去后悔 当初没听父母的话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积深远 哪怕他们逐渐老去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和我们的眼界观念 有太多的不同 但千万别忘了 他们永远是最了解 和最爱我们的人 说到中国人方 relations собствен群hair 你们最爱要见 那类怎么的 我们就更吵了 你